只有在中国最大群岛,你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风景背后的故事 那是一场超级打隔绝 当滔滔的海水淹没了天台山的云脉 只留下2085个原本较高的山洞互选海外 成为中国五分之一的岛屿 人称周山群岛 从此,海水隔绝了陆地 也几乎隔绝了一切 交通、供电甚至水源 对此我们该怎么办 答案是我们别无选择 唯有连接 唯有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连接 因为中国不允许孤岛存在 而这一次我们会去到这里 群岛最北边的顺子县 一路上也对大家亲眼看看 当海水隔绝了陆地 隔绝了交通、供电 甚至水源这等等一切的时候 要连接中国最大群岛到底有多难 并且和我们的新朋友美地空调一起 完成一件神秘任务 时间回到1999年 全国人民都在等待迁徙龙年的到来 但周山却下定决心迎接一场豪赌 他们要打破这数千年来大海的隔绝 第一次用公路让孤岛连接大陆 而赌注是全市当年财政收入的20多倍 那么他们赌赢了吗 你即将看到的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岛路联络工程 这座西后门大桥 以1650米的超大跨度 在两岛间一块而过 曾雄霸中国桥梁跨度榜首整整十年 加上金躺大桥 桃妖门 响礁门以及层岗大桥 以近50公里的总长 让隔绝了数千年的大陆和孤岛终成一体 九年后超过八公里的榆山大桥 连接起榆山岛和戴山岛 十二年后超过25公里的周代大桥 又将戴山岛和周山本岛相连 再加上以32.5公里 连接起上海和小阳山岛的东海大桥 以及正在修建的六横公路大桥 一条条高速公路在海面上架起了新的陆地 直到将群岛变成半岛 但这人不足以概括这场超级连接的雄心 毕竟直到今天 周山还没有一条铁路 此时此刻在我头顶上方五十多米的位置 或许占有一艘万东巨轮试过 而在条隧道的尽头则潜伏着一头巨兽 现身版定海号 它的直径接近15米 丰厉的刀盘可以切开错综复杂的海底地层 并在北斗系统的指引下和另一台顿购机相向绝境 直到二者精准对接 打通这条长达16.18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而未来更有一条连接上海 周山 宁波的超级大通道 在杭州湾上横轰出世 并且同时通行汽车和高铁 很壮观对吗 但这场超级连接需要的可不只是壮观 如果说高速公路高铁是主动卖 那这些大大小小的渡轮 就是无处不在的毛细血管 它们或许看上去和雄伟无关 但在周山 有多少百人以上居住的岛屿 就有多少这样的路道交通 可是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来说 只有交通的连接还不够 如果没有电力 孤岛就人事孤岛 该怎么办呢 那就用尽一切能在大海上找到的能量 海风 阳光 还有滚滚海流 我脚下这座建筑就孤独地 助力在这滚滚海流之上 它是做什么的呢 当我们跳进海里 就能看到它的真身 这种特殊的验片 让海流无论来自哪个方向 都能带动它高速旋转 从而推动发电机发电 这就是潮流能发电 而当你飞到高空 更会发现 它位于两座岛屿之间 相对狭窄的通道 让水流加速 形成最大4.5米每秒的强劲洋流 也让这座发电基地连续平稳发电96个月 时长位列世界第一 未来就在这片群岛的某处 这样的潮流发电规模 将达到你眼前的数十倍 但如果只靠这一个个海上电池 显然也无法满足连年飙升的用电需求 除非我们还有一股 更为强大稳定的电力 跨海而来 但请注意哦 为了让船只顺利通行 我们必须让岛线湖垂的最低点 和海平面之间保持充足的距离 据说前方场面过于壮观 不能立刻看 往右偏一点点 到了 到了 这就是380米高塔吗 从这个塔到对面那个塔的距离的话 是2656米 2656米一跨而过 我们设置了这个通行的高度是49.5米 也是为了满足大型的游轮啊 这个货轮啊 可能甚至是航空母舰的一个通行 航空母舰 这也太离谱了 也正是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跨海联网工程 从银波出发 绵延50多公里 将舟山连入华东电网 提供了舟山全市 近一半的运转总量 之后又再通过五座幻流站 283公里的线路 把舟山各岛紧紧向连 从此照亮都海海面的 不再只有一座座灯塔 这里就是群岛最北边的圣子县了 这座小岛叫马骑山 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夜晚模式 但相信我 它的真容更加震撼 现在让我们打开太阳 欢迎来到亚洲最大的铁矿石中转基地 不仅如此 这里还是群岛唯一的海岛边检站 全天24小时守卫着国门 2025年4月25日16时06分 北太平洋人进行揭船 实行疫情的内建商 Gather all could come in It's a crazy inside How inside Provishes Provishes spell your name A-A-N-I-L-O Next 走在这里 你会看到长年累月下 几乎整个码头都被海盐和矿沙覆盖 绝对是一台战损版的空调 它已经在这里服役15年了 15年居然还能用 没错 这一次我们和美地空调来到这里 就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为这里有需要的地方提供完全免费的空调换新服务 希望不管在多么遥远的土地上 人们都能拥有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香味香味 你好 打开一键好空气 你打开好空气功能 通常将自动为您调节温度 风速 新风 旧化等设置 所以只要一键 这台拥有六大功能的美地先进感空气机T6 就能为家家户户守护好空气了 至此原本被大海隔绝的孤岛 被一条条道路和电路相连 但这就够了吗 当然不 需要这场大连接的 还有水源 你没有听错 尽管九成的面积都是海洋 但舟山却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方 天然湖泊 没有 河流长度 太短 降水量 有绝大部分来自美雨和台风 几乎就是看天吃饭 这也让舟山的人均水资源量 几乎只有全国的五分之一 看称是淡水步道 2003年遭遇大旱时 甚至不得不用30元一吨的价格 一船一船的运水 而所吸引科技的发展 让我们终于可以向海要水 看到这些白色的管子了吗 让我们抽一根出来看看 这每一根里都有七只反胜头膜 只有水分子能够顺利通过 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 水分子被硬生生地挤过了反胜膜 而其他的盐里子和杂质则被拦截在外 这就是海水淡化 嗯 味道甘甜 这是这22座海水淡化厂 回舟山提供了七重的工业用水 但海水淡化需要巨大的能量 再加上一点点复杂精密的工序 生产成本人高于一般的市政工水价格 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水源 既然岛上没有湖 那就人造一片湖 一片大湖 这座黄金湾水库 就可以给舟山本岛 以及对岸的渠山岛供水 但你一定想不到 它的另一头来自50多公里外的摇江 它和230多公里的管线 以及6个泵站一起 组成了一项世界级的跨海输水工程 人称舟山大陆营水工程 每年可将上亿吨的淡水调往舟山 相当于运送了9个西湖 而对于盛四县 从上海营水显然比宁波近得多 尽管中间有个绕不开的白米小山 我们也可以通过定向钻穿山入海 最终以超过34公里的输水管线 抵达终点 这意味着 舟山群岛上的每一个海岛线 都被大陆之水覆盖 也意味着 住在长江之畔的人们 和住在东海之上的人们 他们或许从未见过彼此 但却从此供应一江水 是的 在这片由2085个孤岛 组成的中国最大群岛上 你看到的将不只是风景 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连接 在这场连接下 中国拥有了世界上 货无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拥有了世界上第二个 离岛型的绿色石化基地 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大渔场 缩子县 宜背 对虾 糠鱼 从这里走向全球人民的餐桌 今天 我们连接了群岛 群岛连接了世界 但与此同时 这里依然是142种水鸟的栖息地 依然是无数人不远万里 专程拜访的观音道场 也依然是百万周山人 深无私 长无私的家园 这片中国最大群岛 终于解开了大海的封印 从此以后 千岛 不顾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